各位主人你们好我是小爱 欢迎来到AFI日本教室 每天一部小电影生活多姿又多彩 小爱希望每天为主人送上一部小电影 等到各位主人们天天都活在有意义的生活之中 今天是介绍一部公司酒会的电影 这部番号NKKD172的日本AFI 是讲述妻子在公司酒会发生的电影 走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有酒会这件事 最终活动是为了增加同事关系的 不论是年轻人或是老一辈的主人 也会经常姓地去和朋友喝酒 电影是讲述妻子和同事在酒会中发生的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来到一家酒店上 高高兴兴地吃住东西喝住酒 在这个期间有一名同事把他们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 好景不常用来拍照的电话就是女主角的 在酒会之中过了一段时间 女主角已经喝到大醉了 电影中的男同事看到美丽的女同事 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名男同事扶住女主角到厕所里面 这位同事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对女主角做出一些羞羞的事情 当去到一半的时候 在外面的其他同事发觉了 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些机会 妨碍住这位男同事进行活动 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要分干同位 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也不会放过 这位同事把女主角从厕所带到客厅 另外一位同事就害怕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女同事还要求带她回家 当然电影是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的 其他男同事说他们会亲自带她回家 当然是在经过了多番活动之后 拍摄的同事也将所有事情拍下来 当所有事情完结后 男同事也当然亲自带她回家 在女同事的家门外 他们还在不停地拥吻 直到这位女同事的丈夫开门 丈夫将妻子带回家后 偷偷地看见了她手机中的影片 这件事情真是说什么也说不清了 在今次的电影中不知道要开多少次 不过各位主人要记住 一天做运动最多只可以做一次 如果不是的话会令身体受损 希望各位主人小心身体 如果想知道之后的事情发生 主人就要自己上网搜寻一下了 如果对荆棘有什么意见 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小爱的YouTube Channel 小爱也会很爱各位主人 每天来依泡生活才健康 希望各位主人们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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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